好 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深度类神经计算跟应用这一块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三章 这个是很有名的叫The Stealth Descent Learning Algorithm 因为我们为要学习这个back propagation先布一个局 所以就必须要先从这边来了解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所以第三章就是一个什么最深的一个地 这个中文也说很难翻译 就是说最陡的一个地减或怎么样 深降度的一个学习演算法这样 所以你把它记下叫做Stealth Descent往下降 的一个Learning Algorithm 那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说 类神经网路它其实是一个应该这么讲 它也应该算是一种这个数值分析的方法 去逼近了某一个系统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必须要看这个泰勒展开式 那我们就把以前在大学里面学的 维基温的泰勒展开式跟在工程数学所学的 这个泰勒展开式一口气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 因为符号的完整性还是这些后续要要求的 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会先看 泰勒展开式的这一个公式 先看那个对到R的一个Special Case这样 那它的比较详细更规范的那些条件 就是说什么情况是可以有泰勒展开式的一个 更具体更严谨的条件 我们在这边就不再说明了 那泰勒展开式其实就是说这是一个函数 它在这一个某一个点的展开 那等于说一阶为分 那乘它的一次 二阶为分二阶层 那在这个的平方如此类推的 一直往下怎么样 一直的延伸下去点点点 到第N阶为分 那X减去这个X star 这个N次方 N次方再加上一直加下去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大一 维基温都已经看到过的这一块 那我很快把胡瓜再重新做一次复习 那这个就是整个它的一个数学公式 那同学只要稍微记一下 这个以前的公式是怎么写的 那因为常常在比较复杂 比较繁琐的系统里面 那你要呈现它这些的一个钻解 还是有需要它一个完整的写出来 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个F的话它本身怎样 它是一个R到R的一个时数的函数 一个real function这样 那同时real function F意思是什么 expand at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时数函数在怎么样 在这个点把它展开 在X等于X star这个点把它展开 所以这个都是我在这边帮各位 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跟整理这样 好 那所以呢我们就再举一个例子来看 好 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这个expandion 你要不要写大写 有时候我就把它写成小写 我写大写 那如果各位比较尊重它的话 就把它全部叫做胎乐展开式 全部用个专业的名词来写好了 那这个式子是应该是well known 那我再帮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就是说那展开的话 等于说一阶为婚二阶为婚 就是说常数项 那一阶为婚二阶为婚 那一时三阶一时如此类推下去这样 那这个就可以很容易展开 那展开的话呢 它的数学共识就是说 这个等于说对指数1的 负X1为婚就等于负的1的负X 那二次为婚的话 等于负负得证就回来了 所以如此类推把它延伸下去 我想这个应该不难 那问题一直在强调 这个胎乐展开是在我们工程上面 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很多课本就会特别强调这一块 像说我们在读大一维基认的时候 认为这个不重要 因为我们只要把理论 跟那个什么公式写完就好了 所以常常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要对付的是computer 所以这一个很多的东西 你要喂到computer里面 让computer可以跑 那这个就必须要 这些逼近的一个公式注线 比如说呢 我用polynomial的一个逼近 就是说用一个多向式逼近 好那刚刚我只把这个 是取它的第一项 那如果取第二项 刚刚展开了再取1-X 那这个如果说只是取长处项的话 F0你看它只是一条线而已 那如果说我取一次就是一条线 一条线这样 那其实这是个常数的线 而二次的话 像刚刚的二次就变成什么 1-X加上2分之1的X平方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有点类似 一个抛物线 一个抛物线这样 那三次的话 又更复杂了 如此类似 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式子里头的话 就是说整个式子里头 它有它的一个逼近的方法 逼近的方法这样 那这个逼近对我们来讲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 所以等于说这个F0是这样 F1 F2 那甚至我们F3 用这个来逼近这个式子这样 那为什么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后面会再持续 跟各位做个说明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用来 来做计算 那同学就问我说 那我不是买一个calculator 或者是我就直接写一个 写一个程式的呼叫什么 1-X都会出来了 再讲一遍 就说 1-X 我常常写程式 直接就下一个指令就好了 就可以跑出来 各位要记得 那个程式它有扛拍了 帮你扛拍完以后 它的后面其实就是什么 在它的那个系统里面 它是用一个态度展开式 用高维度的展开 帮我们把它模拟给我们 你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当时我要input你们 一个小小的机器人 input你们一个小小的 树莓拍的时候 也许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做逼近 那这个观点 我慢慢来跟各位做个说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 有没有 这个一个逼近的概念 逼近的概念这样 好 所以这个RO 什么computing model 也就是他们全部都是一个计算的模式 来realize这个式子 来体现这个式子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工程的概念 尤其我们在show这个neural的时候 最后就是要来让它变成是一个 可以计算的AI的一个模式 好 那再来看一个例子 那你说老师这个sign 很好玩 就是说 use the first three turns of tele-extension offer怎么样呢 above extend sine x2 calculate sine 50度 还是那句老话 我按一下50度就出来了 其实那个都是人家后面有泰勒展开师帮你implement的 那假设你是一个最底层的工程师 你要implement这个怎么办 我要算出这个50度怎么办 所以为了这个式子 我就特别去计算了一次 也好调我也有点时间 好 那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公式 那这个其实你们可以看出来 它的泰勒展开师长的这个样子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长这样子 所以原则上我要用泰勒展开师来逼近我50度 那逼近50度怎么逼近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50度的话 因为这是度度量 你必须用精度量 所以50度的话 等于是18分之5π 那把它展开以后 也不能够用50度来展 必须用它的那个精度量来展 所以一展就把工资展开展开展开 那展开的话 那你可以看 那这个就可以计算 因为π等于3.14159 或者多少 你要这个自己再去做它 那我就大略把它算一下 算一下 算一下 用前面几项 前三项 你看我算出来是等于是 0.766 那这个是很重要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市值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只是一个诠释 它是一个概念模式 注意我花很多时间在跟各位讲这个观念 因为在做研究 在做相关的这个设计的时候 有它的一个niche 一个niche 所以能够从中间感觉它的不同的一个地方 就可以晓得它的威力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那概念的意思是说 以前我们在定三角函数是什么 是斜边或是什么 是对边 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角 当50度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斜边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我的对边是多少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这种计算模式 需要这种计算模式出来 计算模式 所以这个才能够implement任何的一个角度出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因为在系统里面它就已经帮我们用太额展开式做好 所以直接呼叫它 尤其我刚刚在讲过说 我们变成为系统的话你就绝对没有办法 为系统是绝对自己要怎么样 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很简单 用polynomial来做它的一个计算 所以这个就是我花很多力量在这边讲解 那甚至它也是计算模式 我们就可以讲说它是一个数值分析的一个数值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计算这样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去做模拟了 假设我模拟 这个就是我的原来的什么样 原来的sign in 那这个是我用三项来模拟 那我们就用mainlab mainlab就画了一下 那这个简单画一个图 那当然它还更复杂的图 我就直接随便画一个图出来这样 那你发现这个模拟 你可以看到有点不一样了 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不是完全跟它一样 它是一个逼近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画出这个图出来 有没有看到 最后这个图 用mainlab把它两个叠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如果说这样第四项 第五项 第六项 第七项 更高的那一个像次 把它模拟进来的话 那两个图就会长得非常像 就会长得非常像 所以中间不管是怎么样模拟 中间不管怎么样计算 不管怎么implement 这就是我们在做工程设计上要考虑的一些相关问题 好 这样就想着说我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没问题我们再看高维度的 那其实真正在做研究 或者说后面的implement高维度才是真正我们要注意的符号 那大部分的同学会在高维度的时候都是在工程数学里面会看到 在工程数学甚至包括在很多的那个控制系统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研究怎么样从RN到R的一个什么 一个实数研究章一个实数研究章的一个展开式 那这个都是在工程数学这个各位可以看到 那因为一般同学们很多修工程师修到后来多 大概就比较糊涂了 所以这个因为它维度是这样 我再把它整个展开给你们看 所以这个式子你可以看到 哇真的是有点复杂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从rn定色到r的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这样一个时数函数这样 因为它的value是时数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是一个时数函数这样 那这个中间你可以看到function 它是在这个点展开 那这个点一般我们称作点 那其实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常数向 那一次在x1方向的偏微 在x2的偏微 如实类推在xn方向的偏微 那两个 11 11 12 13 如实类推一直偏微 那一直下去 还在三个四个五个一直下去 所以它的复杂度非常的复杂 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它有它的规律性 有它的规律性 所以这个是高维度的太肋律展开始 那我们要用它来做后续 后续为了那一个 big propagation布局的这一些相关研究 所以我们就在第三章 花点力量来 简单 因为我猜顶多一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你们就会学会了 所以我就尽量把它讲简单一点 所以再把前面的试子 我们再把它做一个简单复习一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这个是一阶为婚的 它竟然可以变成是一个内积的形式 变成一个内积的形式 有没有看到 你注意看一下 它变成一个内积形式 那二阶的你可以看到 二阶这一块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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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它竟然变成什么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 cordinary form 二次形式 二次形式 那详细的二次形式 后面我会再针对这一段 再跟各位做个整理 而且这两个就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整个在做工程设计的时候 工程设计跟分析的两个重点 那在三个的维婚 那几乎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所以一般的工程只看一阶维婚 一阶片尾跟两个的片尾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就变成是常数 那这个怎样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内积 你们看到 那后面这一项就变成 变成二次形式 哇 变成二次形式 有没有 那这个式子你一定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在工程数学里面 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常常看到的 常常看到的 那稍微花点力量 因为我尽量把它很简单化 那把符号又把它完整化 所以我就花很多力量去把它着色 就把它重新排版 让各位能够多盯几眼 就可以学会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好 那中间这个quartetic form 这个要来看一下 这个是最常看到 尤其在那个线性怠数的后半段 就是说这个式子 有没有 你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你要稍微记一下 就是说前面的一个向量 它是一个row vector 那这个是column vector 那跟一个挤震相乘 那注意挤震这个 E1 E2 到EN 到N1 N2 到NN 那竟然很妙 AEE呢就是什么 X1 X2 Aber 对不起 AEE就是X1 X1 就是AEE的X1平方 那如此 比如说这个式子 这边你可以看到 那我马上再给你们一些式子 给一些那个例子 In general 一般我们在做这个系统设计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A是一个对称挤震 这个A是一个对称挤震 所以这个时候到时候 AEE会等于A2E ANE会等于AEN这样 所以相关的 这个相关特性 都是在那个线性怠数里面 会有讲到 但是我们现在 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可怕 先把该要知道部分 把它弄懂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们以3D的case来看 你看 我把它展开给你看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发现 AEE变成AEE的平方 AEE12X1X2 AEE13 AEE2121有没有 AEE22平方 AEE23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说 它的规律性 AEE就是3A AEE三二 AEE三二 AEE三三 AEE三 就是AEE三三 就变成AEE三的平方 所以如此 各位可以看到说 它有它的规律性 所以这个叫做二次形式 quadratic form quadratic form 二次行事 因为我尽量在这边就没有写中文了 那因为要培养各位同学 这个把英文的turn也把它弄熟 那弄熟之后的话 你们才有办法慢慢的能够去看懂 很多的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文献 跟相关的 因为你们自己写报告的时候 才能够仔细写出来 好 这个就是我用这个来对应 那对应之后呢 我们再把前面的东西怎么样 再做个整理 就是说这个片尾所兜出来的这个项量 跟这个二次的片尾所得出来的这个几字呢 都有它的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这个叫做gradient 然后中文把它换成叫T度 T度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 维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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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那这个呢 这个叫Hassian 它是11 12 1N 2 N 2 2 2N 你们看到 你就直接类推 那这个叫Hassian Hassian Matrix 那理论上这个几正 本身是一个对称举证 那因为对称举证在现金代数里面 它有很多的那个论述 很多的那个重点的探讨 好 那这个符号 各位都可以很清楚看到 还蛮多的 那三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我故意照了这个 看起来是有点无聊 但是也没办法要教各位 假设说Fx1 x2 cos x1 sign x2 找它的second order的apposumation of Fx1 with teleexpansion at origin 好 有时候我又大写这个小写 那个也许以后我就统一把它全部都大写好了 好 在演点的展开 好 我们来看一下演点展开 那公式的话 你看 我就我只展开怎么样 我就说两个order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常数项 这是一次 这是一次 有没有 然后再二次 二次就是再把二次 你看二次总共就是 有11 12 21 22 哇 这个苦功 所以我在写这份讲义的时候 这个全部重新算一遍 有时候我算错你们要告诉我 这个在网络上可以跟我环境一下 因为这个全部我自己手工写出来的 这个是常数项 你看这个 有没有 跟项量相乘 一次 有没有看出来 那这个是它的quartorial form 跟这个矩阵 有没有 这个quartorial form 公式先写一遍 公式写一遍 像以前我在读大写跟研究所的时候 这些都一定要认真写一次 因为你自己看的话 常常会有很大的问题 观看的话 很多的东西写不出来 或者说细节没办法追踪的话 那很多的地方就漏掉 所以这个 这次都是我自己 这一次为了新讲义 我特别重新创造这个例子 来引发各位同学的学习动机 好 我就开始把它算进去了 就真的这个算进去 算 我就把真的 我就把它算 认真把它算一遍 就针对它的那个片尾 有没有 把它算一遍有没有 这个片尾那算一遍 就是说这个的片尾你们就回去再按照这个公式 这个的话有没有 因为公式已经在这里了嘛 对不对 你把它算完以后把零带进去 比如说 以这个式来看 我为分一次的话 对X1为分 这个就等于什么 这等于负三印嘛 负三印 X1 那带零进去就等于零 所以得到这个零 那这个是对什么 是对X2为分 那这个常对X2为分 这个等于零 因为它对它讲是常数 对X2为等于cos x2 那带零进去就是一 就是一有没有 如此类推 那这里也是一样 分别对它为分 哇 为分为分为分 那这个这边是负一 零零零 把它算一遍 你发现 这个逼竟变成是这个长相 有没有 那这个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计算 这是一个概念 那这个的话就是 是一个多项式 它可以概念二次的 它就可以计算 它就可以计算 所以这个就说变成是 它展开式它的一个 重要的地方所在 所以很简单 但是里面的那个细节 系统的完整性 要用computing的角度来看它 这就是我们工程很重要的要求 所以我才把大家熟知的例子 把它重新再展现一遍 那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各种的一个奥义 那各种的一个计算的 一个考量这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概念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就先到这边